店員把餡料放進杯中製作手搖飲 稽查人員就在一旁緊盯 而且一次還視察不少間手搖飲店 行政院消保處針對全台61間手搖飲 和速食店進行總糖量以及總熱量查核 包含原產地標示不實 和未標明總糖量等等 一共有時間上榜不合格 標示不實 依照實安法的規定的話 是處罰4萬元以上 4百萬元以下的罰還 那如果說你是沒有標的部分的話 一到三法規定是處罰3萬元以上 300萬元以下的罰還 其中還不罰知名連鎖手搖飲店 像是橘子健康工坊和鮮自然手搖飲 就被發現沒有標示總糖量 老虎糖總糖量標示不實 黑糖珍珠厚鮮奶標示含糖量32.4克 實際測量43.52克 高出很多明顯違規 西蘭紅茶和復刻紅茶原產地標示不實 另外清新服務全的咖啡奶茶原產地同樣不正確 連鎖素食店肯德基的奶茶 以及甄竹丹太太鮮奶茶和太太后奶茶 則是沒有標示原產地 食藥署也已經針對違規業者進行開罰 就它這個總糖量總熱量以及它原產地標示不實 這個沒有標示的部分 一共採除了36萬元 含糖量標示不實的老虎糖到接稿前尚未回應 不過民眾購買時也要特別留意業者是否都有透明公開 TV的新聞 許孟傑 姜明漢 吳書瑞 SN小組 台報道